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域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今天的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哈喽 处女座各位海底老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这个影片呢 是要跟处女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生活小贴士参考 来 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会觉得 在这两到三中呢 你非常非常适合 尽可能的 跟外众 外众 外界大众 对不起啊 外界大众 做一个接触 我感觉呢 你在这两到三中 人员蛮好的 腰肉应该蛮多的 桃花应该也蛮旺的 OK 可以趁机呢 去扩展一下 自己的人脉或社交圈 我觉得对你来讲 是蛮不错的 OK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们开场讯息是 这两到三中呢 我会觉得 你特别适合粉红色跟粉紫色 这两个颜色都蛮适合你的 OK 你可以呢 从一些小小的点缀呀 或者是水晶呀 服装呀 配件呀 饰品都可以 OK 这个会让你在这个 怎么说呢 我感觉有点像说 在你在社交的过程当中 你会放电嘛 OK 那这两个颜色 会帮你补充你的电力 好像会有点像是 让你能量场 会源源不绝的感受 OK 好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中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好像特别喜欢吃糕饼的东西 什么 像比如说老婆饼啊 萝卜糕啦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你好像特别喜欢 OK 麻烦请适当摄取 OK 不要摄取过量 当然偶尔 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口腹之律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OK 但是不要吃太 变成吃太饱了 吃太多了 稍微克制一下 OK 好不好 好 以上呢 就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 你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这两到三中 你的挑战排卡 是这个 Emperor皇帝排 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世界 是这个Hyperstice 也就是女祭司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 来传递给这个 初宇宙的朋友们 希望能够为你们 带来一点小小的协助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你能量场上面的 呈现跟细节 OK 好 初宇宙的朋友们 我感觉你的排卡是 怎么说呢 我会觉得你这两到三周 会遇到还不错的一个状况 但这个状况不一定要是人 就是相关状况 人数事件 梦想或目标或机会 都可以 你自行套用在你自己的状态里面 好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 据心明显到每个人的状态 但是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Emperor挑战排卡 拿到你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做对应 来跟你做一个解释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圣杯四 抽到是圣杯六 抽到是这个恶魔排卡 这三张排卡呢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有点像说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我觉得你好像蛮专注 在你自己身上的 但是过往的一些回忆 或相关状况人数呢 难免偶尔会有点像是 在你的脑中盘旋 或者是本人出现 OK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可是呢 我会觉得说 这个旧有的相关状况人数 它出现呢 说实在的 是造成你脑袋上 或情绪上一点困扰 但是不至于 会有什么太大 实质上面的动摇 OK 甚至我个人也会觉得说 你已经有点像是 克服了这个 过去的相关状况人数 所带给你的影响 例如假设 你以前的对象 可能对你造成一些 情绪上的影响 你现在已经不会了 你虽然会想念它 会怀念你的过去 但你不会再受它影响了 或者是过去的 比如说主管 他们呢 可能对你很不公平 霸灵你 OK 虽然那些过去 让你很难过 你离开这间公司 可是呢 终究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也是有革命情感的 类似像这样 我就是做一个比喻 因为这个恶魔牌塔呢 其实已经拿下 你已经拿了这个叫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叫武器好了 或者是这个三叉 类似像这样 你已经克服了 或者是跨越了 你过去的那个阴影了 我觉得你现在 甚至可以来到一个 收回收的 蛮 蛮干净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圣杯六 有点像是说 你准备要挥别 这些过去了 所以即使这些过去的 相关状况人数 回到你的身边的时候 你已经不再专注在他们身上 你专注在你自己 现在让你觉得 开心快乐的地方 所以当这个圣杯一 送进来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回忆或经验 或者是感受情绪 再回来的时候 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对你来说 影响并不大 这是你过去的状态 我觉得你在进行 一个蛮好的收尾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邱老师圣杯八 邱老师圣杯骑士 邱老师这个钱币八 OK好 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开始知道说 当你能够离开这些 所谓 这个杯子里面 是没有任何水的 OK 当你能离开这些阴影 或者是过去 或者是这些 没有回报的 这些相关状况人数的时候 你把这些东西 都投资在你自己身上 把你自己变美 把你自己能力变强 把你自己的领域 拓宽之后 你才会发现说 哇没想到啊 莫名其妙的 我就从保健八 圣杯八 这个圣杯骑士 来到圣杯酒 多开心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过去呢 做的一些 即时停损 然后还有自我投资 或者是 去看到自己 自我价值的 这个体现的这个部分 开始渐渐来到了一个 我觉得 蛮不错的一个状态里面 就比较稳定 也不会太大的动摇 那我觉得你的挑战牌卡 之所以为什么会变成 是国王牌卡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你要像这个 女王一样啊 坐在这边 我觉得为什么 会是你的挑战呢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在过去是收尾 来到这边还不错 这有点像是 你在打这个地基 打这个地基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情啊 你正在把你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给我 有个感觉就是 你好像在把自己塑造成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或更好版本的自己 或者是 你有什么样 自己想要成为的形象 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在打造这个基础 所以你还没有来到像一个国王 你就是像一个储君 还没有来到一个国王 所以你的挑战就是在这两到三周 不断持续的去堆叠 让自己可以来到这种 怎么说呢 圣杯酒 加上钱币八 钱币八下一张是 他们叫我这样解释 钱币八下一张是钱币九 相对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 你把最后的这一个力量 再努力的投入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这个钱币九 跟这个圣杯九的这个状况 就会出现了 对吧 因为你这边少一颗钱币 对吧 OK 然后这个钱币呢 他们要我提醒你一件事 虽然我们这边没有钱币一 可是呢 他们要我提醒 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 这个钱币一 是要你自己投入给你自己的 OK 因为我没有 我会觉得说 目前感觉 这两到三周 你比较靠自己的实力 目前这两到三周呢 你可能会听到一天风声吧 就合作的风声 或有一些机会 但是都没有太实质的存在 就可能有人会来跟你说 我们来合作一下吧 所以说人可能就不见了 或者是就没什么消息了 OK 所以我感觉这两到三周 你比较是 要自己拿出另外一颗钱币 去创造这个八加一 钱币九的这个实力 OK 来到未来的状况呢 你看哦 你抽到的就是女王牌卡 你不要忘了哦 你这里呢 挑战牌卡可是 这个国王牌 国王加女王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已经创造你自己的王国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一个国家 要有国王跟女王嘛 对不对 OK 所以呢 你现在正在学习 如何能够成为这个国王 在未来跟这个女王做结合 这个行动就会拿出来了 在行动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注意看哦 这边呢 是两个钱币二 钱币二的意思就是说 哇 现在好多东西同时在进行啊 我创造了我自己的王国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状况 有一点像是说呢 因为你把自己架构好了 也来跟这个女王做一个结合了 相对这个王国越来越见钱的时候 你就很多东西你要去处理啊 你要去面对啊 或者是你要去能够分工合作啊 给你比如说其他同事啊 或者比如说 你自己有开公司下面的人啊 所以我会感觉哦 这个钱币二不是这种 怎么讲 难以抉择 这个钱币二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好多事情在做啊 所以就变得很忙了嘛 因为你把你自己的所有的东西 根基都打得很好了 所以接下来只是说 有点像是 蓬勃的慢慢一步步的去发展 但是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世界 是这个女祭司嘛 这个女祭司呢 说实在呢 我个人会感觉哦 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啊 你们会开始来到一个 管理职的位置 有可能你会升迁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个人会觉得说 以前那种比较让你会 感到不确定性啊 或者是会比较担忧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会渐渐渐渐的逝去 就是它会渐渐的退掉 比较不会影响你那么多 那你注意看哦 这张牌卡 整张牌卡里面都是蓝色的 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我感觉呢 你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需要有很大量的沟通 或者是你的工作 需要用到嘴巴 就是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可能是业务 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如果假设你是做业务的 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 未来可能还不错哦 会有蛮好的机会 或者是有蛮好的进上 这个我觉得你要把握 但是呢 前面这个跟进一定要打稳 好不好 然后某部分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必须要提醒你们 不要因为过去 怎么讲 曾经失败的经验 OK 让你不敢去说出口 因为这张 这张女济师 还有给我一个额外的牌卡 就是 就是 我觉得在过去 这个状况当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叫我回来看这里 就是可能你过去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啊 他可能局限了你什么 让你没有办法表现 没有办法说出口 OK 但你现在可能突然觉得 要表现 要说出口 是很必要的 OK 所以你才会开始 在你自己身上投入这些东西 然后去创造你未来这个王国 OK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很奇妙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直接来用宇宙验证牌卡来看一下 好不好 因为通常宇宙验证牌卡 会有更多的细节 我会非常推荐 不管是你是新朋友老朋友 都一定要来看 OK 甚至有些时候呢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会重复出现呢 相同的牌卡 就是要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重点 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好不好 好 来 请稍等我一下 让我帮你们把这些牌卡都抽出来 OK 每张哈 好 来吧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什么牌卡呢 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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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圣杯酒 还有圣杯试者 来来来 来 这边我刚刚不就给你看了吗 你刚刚我是不是有讲了 你这个圣杯吧 加上这个圣杯骑士 加起来就是圣杯酒 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我个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圣杯酒 加这个圣杯试者 会出现在过去的能量场 其实这9加1 象真的就是圣杯试 我觉得过去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一定有给你 就是没有办法 怎么说呢 都是你要在付出 或都是你要去给予 或都是你要去满足的 这个状况居多 所以有些时候 你可能没有办法有行动 没有办法说出口 没有办法去表达你的感受 所以他没有办法 给你这样圣杯试的感觉 所以这两张牌卡 之所以为什么拆伙 就是你宁可回到自己一个人 是圣杯酒的状态 也不要拿这杯去弥补别人 想要促成你自己的圣杯试 OK 这个能量场有点像是这样 OK 那这个圣杯酒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个有点像是在一个 你自己已经稍微有一点预感 知道说 如果假设 我一直递这个圣杯给别人 OK 为了去促成这个圣杯试的话 其实那就代表说 我自己并没有很稳固的根基 或我自己并没有 这么大的安全感 或是我自己 可能会觉得说 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完整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牌卡有点像这样 所以呢 你开始会觉得说 我呢 不想要去再看 就是怎么说 我不想要再 透过另外一个 什么相关状况人数来 感觉我自己 这样才是好的 这样才是完整的 所以你开始呢 这张圣杯试 就是有点像说 你一直在看这个圣杯试 我要去创造我自己的快乐 OK 我不用别人给我 OK 所以呢 我会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下定目标 你想走向圣杯酒 OK 那走来这边之后 为什么刚刚我会跟你讲 你会觉得说 我要离开 这些不再满足我的东西 我要去找到属于我的圣杯二 然后接着 我要把这个圣杯一帝给我自己 我就来到这个圣杯酒 所以你是在朝向 你的目标前进的 OK 然后呢 在这边呢 有一个前臂五 OK 这个前臂五呢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 我要怎么说呢 我要怎么跟你形容 这个前臂五的能量蛮特别 这个前臂五的能量 有点像是说 你不能一直去看你自己 不足的地方 或者是过去 没有办法再弥补的地方 或过去可能做不好的地方 没有用的 OK 这个前臂五给我一个感觉是 你要向前看 OK 你现在前臂五 要走到前臂六 这个能量场有点像是说 我要如何让我自己 回到一个平衡点 我要如何能够去 加强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来到这个前臂六 比较平衡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前臂五呢 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要慢慢的 去补足你自己 我才会跟你说 你在打地基嘛 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国王牌卡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去提升 OK 那你提升挑战牌卡 你看 你创造的验证牌卡 是权杖女王 OK 权杖女王呢 跟这个皇帝牌卡 放在一起 就是你看哦 这两个人 都是掌权的人 对吧 你要如何让这个东西呢 能够去盛开 能够去掌权 能够去创造属于 你自己的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要创造什么啦 可能你自己的事业 或你自己的王国 或你自己的家庭都可以 OK 你要能够像 你看哦 这两个女生 都是右手拿着权杖的 OK 都是右手拿着权杖的 所以呢 他们要我跟你讲啊 你如果要去创造这个东西呢 他要能够让你 实质掌握在手中的 OK 在过去这个状况呢 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人是把你掌握在手中 或这个人掌握 比较大的权力 OK 所以你会觉得说 感觉这个人可能带给你 我不能讲 他带给你一点 但他带给你一些影响啊 是你心里不高兴的 OK 那来到未来的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 你看 你又抽到什么 来哦 你自己看哦 你抽到的是国王牌卡 国王牌卡 我刚刚有跟你讲 当你创造你自己的王国 坐上这个宝座的时候 你这个国王跟女王就会结合 你的国 你的王国就创建起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哦 你的牌卡是前后验证在验证 你是不断的在往前走的 圣杯酒 圣杯酒 国王牌卡国王牌卡 慢慢的手到这里 OK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张权杖酒 我觉得这张权杖酒出来非常好 意思就是说 我会绝对适时的去防护 防护 防护不是这样讲吗 去保护啦 或者是去 维持这个我建立其的王国 OK 而且我会付出行动的 因为呢 这个权杖酒 手上拿着一个权杖 就是我要掌握这个十权 刚刚不是跟你讲了 掌握这个十权 OK 这三张 这三支 权杖加起来就是权杖三 就是我要往一个新的方向开始 我要创造我自己的东西 我要掌握这个十权 后面这个是权杖八 就是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就是在告诉你 也就是你这个战车牌卡 OK 你就像这个 穿着Prada的恶魔 就是你是掌权的 你说了算 别人都得天命于你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 我才会跟你讲 你在未来这个状况 是很多事情要你去做 然后 我会觉得有一种 甘之如頤的感觉 就算有点辛苦 有点忙碌 我觉得你是甘之如頤的 OK 好嘞 那在未来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这个刚刚是女祭司 你的验证牌卡 是这个圣杯国王 然后还有这个 保健三 OK 我感觉呢 这两张牌卡 为什么会印证 你这个 怎么讲 女祭司 原因是因为 你突然发现 原来 我这样解释给你听 你突然发现 你以前 是这个圣杯侍者 你都把这个杯子 端给人家 当你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变成一国之君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变国王了嘛 你就变成圣杯国王 你变一国之君的时候 你才开始发现 原来过去这些 让你受挫的 伤心难过的 这些相关状况人事物 或者是不懂得珍惜 你的这些过去的 这些经验 你才会知道说 原来 当我走到圣杯国王的位置的时候 这个保健三 自然而然就会离我而去了 这个保健三的意思是这样的 OK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滋养你自己 相对的别人就没有办法 也没有能力伤害你 因为你就会因此变成一个圣杯国王 也就是建立起这个王国 然后你的国王跟女王 他们就会结合了 而且这是很牢固的 这是很牢固的 OK 因为你去想 如果你同时穿到国王跟女王 这代表说 这两个王位都是你做的 没有人可以拿走他的 OK 好 那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灵魂 正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 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请稍后 来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你在学习什么课题呢 来 你看 失败 OK 这张牌卡 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 过去这边你在做一个收尾 我觉得过去 这个曾经让你伤心难过的东西 看似的确是一个失败 对吧 但你也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不然你不会来到圣杯国王的位置 你也不会变成这个 呃 女王 还有这个国王牌卡 对吧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你要去想啊 过去这个失败 可能 或许我个人会觉得说 他可能是你的一个跳板 只是当下我们看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不好 不OK 我不高兴 我不快乐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 可是通常呢 我们成就改变跟最大的时候 都是在失败的时候 你可以仔细去回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好吧 OK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宇宙跟天使 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 给我们这个海底捞的宾友 给你做一点小小的参考 就是这一张 不是这一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呢 OK 你看 这个呢 就是请你臣服于当下 OK 这张牌卡呢 是一个这个 呃 OK 这张牌卡是要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 我全身几肢力的 他们叫我拿起来一起看 来 为什么这张牌卡 叫臣服当下 然后在失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个人会觉得 在过去你交手的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你可能是放掉一个 让你难以忘怀的人 或者是让你 不得不放手的机会 或一个状况 OK 那个时候的你呢 我觉得对你来讲 冲击可能是有点大的 或者是对你 造成是有点影响的 可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没有办法 臣服在这个 失败的状态当中 你不知道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 课题跟礼物 所以这个 这张牌卡 为什么刚刚我在拿起来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通常我们失败越大的时候 就是我们反弹力量 最大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 可能没有办法 看见这个东西 或那个时候的你 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现况 OK 所以我觉得 经由这一招之后 你可能已经走到 这个创造王国的地方 你开始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些 过去的相关状况人数 引领你到这个地方 OK 所以他们成就了你 这个失败成就了你 这是最后 这两张牌卡 同时出现的时候 让我感觉 有一种这样子的气势存在 还有这张牌卡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 当初 当初如果你没有 飞蛾扑火 就是你没有去经历这个 你没有飞蛾扑火的话 那你永远都看不到 未来这些 正在绽放的 这些绚丽的火花 这是这张牌卡 最后再告诉我 一件事情 而且这张牌卡 还有一个感受 就是像说 你因此而克服了 你的不安全感的地方 你因此为自己 打起了很棒的基础 所以你不需要 再倚靠他人 你不需要再感觉到说 会不会这件事情 有一天有消失 或离我而去 或为我带来 怎么样的打击 这是最后这张牌呢 最后希望我提供给你 作为参考的一些讯息 好吗 出你最后评论 OK 好 我希望这一次的讯息 能够为你带来 一点点帮助 也欢迎你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报 在其他各大平台 我还有不一样的资讯 可以提供给你们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 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 回复你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